大家好,欢迎回到Sooping for MOOC课程 这里是Sirco的课程,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艾杰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第四讲 有关于数据的限制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从数据库中提取到你想要的数据 我们如何限制数据,如何限制被选择的数据行 我们通过使用wire字句限制数据返回的行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是wire字句最基本的一个格式吧 我们先slack的选择你想要的数据 fr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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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你想要的表 然后最后就是wire字句跟你后边所要的条件 然后这是wire字句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select employee ID,last name,job ID,department ID 我们想选择这些数据 但是从这个employee表里 但是我们只想选择department ID等于90的 所以我们wire department ID等于90 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这个Sirco语句块 最后我们要一分号论结束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那我们限制数据 不光是可以限制一些数字数据 我们也可以限制字符串和日期啊 字符串和日期值 但是必须是由单引号扣起来 就是这个单引号 然后同时要注意字符值对大小显敏感 并且日期对于格式敏感 也就是说必须是完全匹配的 我们才能选择到你想要的数据 同时这个Oracle的数据库默认的日期格是十日月年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这个wire字句选择last name等于这个valent 然后他这个w是大写的 剩下都是小写的 也就是说完全匹配之后才会有结果出现 同时还有这个比较条件 通过使用算术运算符创建一个具有数字和日期数据的表达式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选择大于某一个值的数据 或者小于某个值的数据 或者说在两个日期之间的所有的数据 然后这个运算符 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的 跟数学运算符是一样的 这个等于大于 然后大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 然后这个比较特殊 这是not equal to 这是不等于 同时还有这个between end 在什么什么之间 然后in 这个in语句就是说在一系列的语句中 一旦有一个匹配 那么将会返回值 还有这个lack lack实际上是规定了一种格式 就是说长得像嘛 像什么样的格式 我们选择它 然后还有dl这个意思 new new在之前我们已经说了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值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最基本的比较条件 就直接看这个wires wires salary小于等于3000 就是说这个salary小于等于3000的数据 我们都会被选择 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选出来都是小于3000的 然后是这个between end between后面跟的是最小值 然后end后面跟的是最大值 也就是说介于最小值跟最大值之间的所有数据将会被选择 这个印条件印就是在里面吗 这个英文翻译 所以我说circle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然后我们直接印后面括号括号里面是你想要的所有值 然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直接看结果啊 底下就是说一旦有一个值跟你这个在印括号里边的值是匹配的 那么这号数据会被选择出来 当然这个是选择少数几个可以列举出来的比较方便 然后但是当你选择的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这个印的语句就不是特别方便了对吧 然后那么数据比较多了我们用什么 可以用like like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通配服搜索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search的一个语句嘛 然后搜索条件可以包含文字字符或数字 百分号表示零个或多个字符 然后下滑线表示一个字符 然后那么这个like 然后这个单引号刚才说了它表示是一个整体 然后s大写的s大写的s开头的百分号表示零个或多个字符 也就是说我们要搜索的是以大写的s开头后面随便跟什么的东西 然后还有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值啊 new值 我们刚才已经说 嗯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已经说了这个new值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值 它不等于零 它也不是空 然后所以我们不能说等于new 我们也不能说等于空 然后那我们要选择就是带new值的这个数据行是怎么选呢 我们直接让它isnew 就ok了 同时在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不光有这个比较条件 我们还有这个逻辑条件 逻辑条件 逻辑条件是什么 与或非是吧 这个大家稍微有一点编程基础人都知道 与 呃 两个条件同时为真结果为真 也就是说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然后那么数据行将会被返回 货运算符 两个货的运算符就是二嘛 嗯 要求两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为真 那么则该行数据会被选择 大家可以看这个例子啊 Celary就是薪水大于等于一万的 然后跟这个昭白地涨的 昭白地中含这个大写的man的 将会被选择 然后那么可以看选出来这个 这个结果这个昭然这个 昭白地里边没有慢 那Celary肯定是大于一万的 没有问题 然后那么我们看这个 赵白地里边有慢的 那它的Celary是不是一定大于一万呢 可以看到这两个一个是小于的 然后这个是大于的 这也没有问题对吧 然后这个非not云算符就是not什么 就是选择一个补给吗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印 如果我们单纯写印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赵白地在这三个里边的 将会被选择 然后呢 not印就是不在这个不在这三个里边 实际上这个执行的过程是我们先执行这个印语句 然后把这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呢都选出来 然后再取一个补给 然后显示出来 同时我们要注意这个 Wire子句这个是有这个优先级规则的 那么这个算数云算符是最优先的加减乘除 然后是连接运算符比较条件 然后是 is new let in 然后再有是 between 然后是不等于 然后not and all 大家实际上记住这三个就可以了 因为这三个的这个顺序是经常会搞混的 然后你可以使用括号改变有限级规则 这个是ok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难点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做一个小小的辩析啊 嗯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一般这个读程序 我们可以从下晚上读读这个sicle 然后我们先看这个wire子句 后边跟着什么 照白D等于sa 照白D等于ad 然后salary大于15000 那么这时候 计算机执行的顺序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 因为它会从下晚上执行嘛 然后所以 我们先执行的是这个and的子句 然后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两个条件 这个照白D等于ad 然后跟这salary大于15000的 这做一个and的运算 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 再去跟这个 再去跟这个照白D等于sa的做一个 二运算 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必须这两个都为真 这两个条件都为真的 然后 再去跟这个照白D等于sa 这个条件做一个二运算 然后所以选出来的结果是 这个照白D等于sa这个条件为真 然后下面两个 如果这个为真的话 那么这个结果是一定会被选出来的 如果这个为假的话 那么肯定是下边两个都为真 才会被选出来 有没有问题吧 然后 那么我能看这个 还是我们从下向上看这个and的语句 这个salary大于15000 然后他在晚上找想找爱的前半部分 然后发现这个有一个括号 这个and的语句 这个and的语句觉得很孤单啊 他的前半部分被人抢走了 那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执行 那我们先执行这个 二语句 就是这个二运算 然后先判断前两个条件 然后再跟最后这个salary大于15000的 这个做一个and的运算 然后那么最后选出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job id等于sa 或job id等于ad 并且sery一定大于15000的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 最后这个结果肯定是满足的 对吧 那么好 我们这一讲就到这儿了 还是说如果你想深入学习 我们推荐思考开发指南 那么好 那么好